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叫开放式手术方式 一种叫闭合式的手术 所谓的闭合式就是把这双伤口全部放起来 当然是还有这个所谓的PPH数 就是经肛门治肠粘膜七处数 或者叫丁合数 像这样的情况下 闭合的一般闭合的要局部 就是消毒清洁干净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开放式的 或者是PPH 一般手术后三天左右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洗澡 但是一定要就是说 洗完澡以后 局部拿干净的 浮料或者毛巾 粘干了 保持清洁 或者是找医生换下药 都可以 早期洗澡 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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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